大家好 小琪 来看 这个应该关注的都知道 它叫做金丝钓蝴蝶 它开花的时候 花饼非常的长 垂下来以后 上面挂着一个果实 果实红红的在上面 就像一个小糖包一样 非常的漂亮 它叫做金丝钓蝴蝶 它呢 观赏果子的时间非常的久 它是在春季的时候 一开始回暖 叶片逐渐的往外生长 长叶片的同时 就会长出花苞来 花开的非常的小 它开花非常的多 一颗可以开成百上千朵花 但是呢 它的花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收粉成功 后期还要落掉一部分 只要收粉成功以后呢 它就会逐渐的开出 就会结束果子来 果子开始的时候比较小 逐渐的变大 变大以后 到了秋季的时候 就会由绿转红 变为红颜色 非常的美 一个秋天都挂在上面红红的 但是呢 到了秋季末尾 也就是入冬的时候 它的果子就会裂开 里边的种子就会露出来 这个种子就已经彻底成熟了 每一个种家里边 大概有三到四里种子 用手一捏非常的硬 这些种子就可以播种了 它是属于木本植物 而且耐寒性能非常的强 所以呢 我把它待到冷棚里了 在冷棚里 我这边的话 去年的时候零下二十多度 今年就不知道了 我待到这也算是吃盐一下 当时买的时候一颗四百多 今年如果说能够安稳的过冬 那么它露天待配就没有问题 我们盆栽也可以待到露天的环境中 这是一种比较个性 比较好养的植物 它整个养护过程中 我没有单独的去给它浇水施肥 浇水的时候浇上一点水分 肥料的话几乎就是没怎么给它用 浇它其他的植物有剩的就给它浇上 在一个露天光照充足的环境中 夏季也没有给它遮阴 所以说它整个植物装饰非常的好 状态非常的好 我看上面的牙点的话 应该也有好多花园了 明年春天又能够开花了 对于一养花新手 有院子的 想去栽种一个比较漂亮的植物 那么您就可以选它 因为它上面挂着满满的像蝴蝶一样 非常的漂亮啊 它在夏季的时候是绿颜色的 到了秋季变为红色 红色一直持续到秋季末温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再种一下 几乎不需要怎么去打理 只要保证着别缺水 多见光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养一下